我是莫莫,一名在湖南的野门流水商 商厚的湖乡文化低运 独特的防土人情 猪肉、石头、游人的香菜美食 都是我爱上这里的理由 跟着打卡多彩湖南,感受相当精彩 湖南流洋小河乡 作为乡村真性的典型 除了美饰、美金外 还有包贵的非物质文化一层 我们现在就去看看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木货子印刷 师傅好 你好你好 这个是木货子吗 这个我是在搞印刷 国字印刷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我们这里已经产生了一百六十多年了 我看了这里你有这些木块 这个木块啊 这个我们把它叫自胚 切的高低大小都要完全一致 然后就是用刻刀往上面刻字 刻我们中国的汉字 我可以自己学吗 可以啊可以啊 你可以叫往上吗 可以 以前祖上是做这个印刷行业的 以前叫做紫航 就是专门给人家印那个族谱的 现在是作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来保护产城 哇 挺好 挺漂亮的 挺漂亮的